掉下來之後我們就不採收了 海葵颱風直撲台灣 台灣東部經過強風整晚肆虐 花蓮文旦掉落一地 正值中秋前夕 農民很怕雨水再来 台東就連有承戒之王的肚臍肝 都已經套好袋 還是不敵颱風威力 下個月就能採收的香蕉 整片果園都被吹得東倒西歪 除了樹果掉落外 整棵樹木更是直接倒塌 看在農民眼裡 實在好心疼 這十萬了 我們沒有做防台嗎 有了 有做了 也是倒了 台東盛產的世家 一樣損失慘重 這邊被凹到了 你看 這都沒有用了 沒有用 有些還沒收成 有些還沒透帶 還有正在授粉的 都一切都損失滿重的 損失到底有多慘 農民不敢去估算 加上正在授粉的世家 因為碰上颱風 預估明年元旦採收量 嚴重減少 同時海葵主要襲擊的 南部重災區 屏東木瓜掉落在地 直接裂成兩半 海葵颱風帶來的強風大雨 讓靠天吃飯的果農滿是無奈 辛苦摘種的果樹 就在一夜之間 在北部重災區 屏東木瓜掉落在地